第370集 理想撕破跟顾家的关系 夏末无语 这是什么道理 这又不是坐公车 还是先上车先占位置的 这是爱情好吗 所有的爱情都是两情相悦 两个人都有意愿才可以 夏末实在是觉得 她跟顾夫人没有办法继续谈论下去 她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她刚刚已经把自己的真心话 都告诉了顾夫人 至于她信或者不信 并不是她所能左右的 顾夫人看到夏末的举动 脸色更加地黑沉了下来 再怎么说 她也是她的母亲 就算她不知情 那她也是她的长辈 她竟然能这么地无礼 她都还在跟她说话 她却准备起身离开了 这完全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你真的就这么想撕破跟顾家的关系 顾夫人的声音从身后冷冷地传了过来 夏末无语 她跟顾家有什么关系 而且不管她撕不撕都已经破了呀 你还年轻 不知道穆罕宇当初为了保住牧师集团 付出了多少 难道你真的想把她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江山 拱手让人 顾夫人黑着脸 语气冰冷如刀 这些年在顾氏一直以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嫌少有人敢这么放肆 完全没有把她的话放在眼里 她甚至都给出了自己的底牌 都依然没有能让她有任何的心动 贪心不如吞舌下 顾夫人的隐忍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 她在忍 既然钱不行 那就换个方向 夏末走向出口的脚步 顿了下来 又细又长的秀眉醋了醋 线长浓密的睫毛跟着打了个战 穆罕宇说 她爱她就是最大的门当户对 她早已经感动得无以为报了 她也知道她很有钱 特别的有钱 虽然她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 但是夏末肯定 如果按照她以前的生活方式 穆罕宇的那些钱 可以够他们活三辈子的了 甚至还会存余 她之前也考虑过 她会不会拖累穆罕宇 可是在穆罕宇对她告白的这些话下 她沉沦了 她不想再去顾忌那些世俗 因为她不在乎穆罕宇 是有钱还是没有钱 哪怕她没有钱 是个穷光蛋 她也愿意跟着她 可是换位思考 如果穆罕宇真的失去了那些 她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她是否能跟着自己 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相信她的能力 她五年前靠着一个人的能力 可以有今天的成就 五年后的今年 她也可以 夏末拧了拧眉 语气清冷且自信 她虽然心里隐隐地不安 可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顾夫人说的话 固然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是她更加记得穆罕宇对她说的话 对她来说 一个家比钱来得更重要 顾夫人吃笑了一声 语气里全是嘲讽 哼 靠她一个人 你也太看得起她了 五年前要不是顾家极力支持 你以为她真的能撑到今天 她差点就死在了五年前 夏末全身都僵硬在了那里 她差点就死在了五年前 难道你还想让她再经历一次 这就是你的爱 别忘了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顾夫人站了起来 走到夏末的面前 看着一脸苍白的夏末 她知道 果然穆罕宇才是真正的利剑 夏末努力地让自己恢复平静 指甲却掐着手心 让自己尽量地清醒 中秋晚会的事情 你可记得 到现在都还找不出凶手 你知道穆家二老爷 多次联合其他公司的股东 面上是要对穆罕宇对你放手 实际上是在找时机 要让穆罕宇退位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她默默地承受着 她本来不应该承受的压力 即便如此 你依然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你是真的爱她吗 顾夫人趁热打铁地说道 不得不说 顾夫人说的这些话 真的是很高明的 她也没有太多的指责夏末 而是把其中的利弊告诉了夏末 然后反问她 就好像在夏末的胸口插了一把刀 夏末被顾夫人问得有点发梦 因为顾夫人问的问题 也是她曾经一直担忧的问题 她好不容易被穆罕宇说服 如今被顾夫人这么一说 她竟然又开始有些犹豫了 我说了 只要你同意离开穆罕宇 答应给你三亿 依然生效 你不用现在给我答复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后 我要你的答案 我还是希望 听到我满意的答案 顾夫人打住了 可是说话的语气里 是慢慢威胁的口吻 夏末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出顾夫人的包厢的 她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包厢 刘露看了下时间 夏末说十五分钟后会回来 现在都二十分钟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正想着给夏末打电话 包厢的门便被夏末给打开了 她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躯体 缓缓地走进了包厢里 刘露看到这样子的夏末 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问道 夏末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你们吃好了吗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小赵也看到夏末的神情有些不对 连忙开口 我已经吃饱了 当然 小赵的确也是吃饱了 只是美食方的美食真的太好吃了 即便吃饱了 依然有一些意犹未尽 刘露说道 我送你回去吧 太奇怪了 明明刚刚还是好好的 这才出去了几十分钟 回来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夏末摇了摇头 勾了勾唇角说道 不用了 我没事 我就是想想糯米了 想回去看看他 夏末是想想糯米了 但是他更想木寒语 第一次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 好像只有他才能给他安心 夏末于是说道 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 你们路上小心点 夏末说完便起身 想要下楼去打地市 刘露立刻拉住了他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跟小赵刚刚吃得太饱了 我们再逛逛 刘露说着 朝着小赵 扎拔了好几下眼睛 小赵也跟着附和道 是啊 夏末 我们再逛逛 你就先回去 车子不用留给我们了 嗯 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 我先走了 夏末离开后 小赵不好意思地看向刘露说 刘露 我也有点事 想回去了 刘露小姐 我们家夫人要见你 小赵走后 刘露去了趟洗手间 然后也准备离开 只不过他刚走到门口 就又一个穿着十分高端的中年男人 古板地对着自己开口 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刘露迷茫地看着面前 穿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 迷茫地问道 请问你是 面前的人一看穿着就不是一般的贵气 他很确定自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更别说他口里的夫人是谁 我是顾管家 刘露一时间也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顾管家 他不认识呀 刘露微微挑眉说道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然后就侧身想要绕过顾管家 去路边缆车子 只不过顾管家比他的速度还快 像一堵墙一样堵在刘露的面前 我没有认错 你是在万豪国际上班的刘露 我们夫人要见你 连他在哪里上班都知道 这人是谁 为什么还调查自己 你们夫人在哪里 刘露一脸的警觉 顾管家指了指刘露刚刚走出来的美食方说道 在里面 难道是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踩到或是撞到了什么人 可是他今天也是第一次到美食方 刘露并没有印象 自己到底什么时候 招惹到了这么有钱的人 所以刘露不想进去 可是顾管家拦着他的去路 他也只好跟着顾管家走了进去 他倒是也好奇 这个夫人到底找他有什么事 还是刚刚下墨进的那个包厢 刘露进来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这个人身材很好 保养得也很好 那个顾管家虽然叫着他夫人 可是刘露却看不出 面前女人脸上岁月的痕迹 看着年纪并不太大 只不过她的眼睛里冰冷带着微言 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气压 让人看着心里有一些后怕 而她那张脸也是真的很漂亮 一看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大美人 而且她的这张脸 莫名地看着有些熟悉 刘露更加地不解了 看着面前的女人 跟着顾管家的称呼开口 夫人 你找我有事 同样的 顾夫人也扫了面前的女人 刘露今天穿的是一套黑色的裙子 她现在在行政部的内部 不用像之前在前台的时候 一定得穿职业装 简单大气的裙子 衬得她的身材十分地完美 也衬得她的肤色十分地白金细腻 她化着淡淡的妆 补媚的桃花眼十分地迷人 一双五公分的淡粉色的高跟鞋 显得她的大腿更加地鲜瘦修长 如果行走在人群中 应该会格外地动人 底子确实是不错的 不过顾夫人也不是一般的人 她见过的明媛美女也多了去了 所以并不觉得刘露有多么的出众 夫人 刘露被扫了一眼 便觉得头皮发麻 她能从面前这个夫人的眼中 感受到一种鄙夷的神色 她突然有点后悔进来这里 不知道自己还是否安全 沉不住气 顾夫人抿了抿唇嘲讽道 这个女人真的一点都不适合郭林北 从这女人的家世背景 到这个女人的品性 顾夫人是一点都看不上的 还不如刚刚的夏末 还能跟她斗上个两回 这个女人看着就很无脑 啊 刘露真的更加的莫名其妙了 她被莫名其妙地请进来 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嫌弃了 顾夫人也懒得让弯子 直接开口说道 我儿子顾林北 之前在你那里住过 刘露瞪大了眼睛 诧异地看着面前的这颗女人 刚刚她就觉得怎么这么地熟悉 你这么年轻 竟然是顾林北的妈妈 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刘露诧异地开口说道 说她是顾林北的妈妈 就算跟她说 她是顾林北的姐姐 或是女朋友 刘露都几乎是会信的 毕竟也有姐弟恋嘛 顾夫人从鼻孔里出气 你倒是会拍马屁 只不过你这点小伎俩 在我这里没用 我问你 顾林北是不是之前 在你那里住过一晚 看来还真是 有其母必有其子 怪不得顾林北的脾气那么不好 原来是遗传 这个母亲大人的脾气 看起来也挺差劲的 嗯 是在我那里住了一晚 刘露不以为意地开口答道 顾林北虽然在她那里住过一晚 可是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刘露才能毫不心虚 大大方方地承认 顾夫人垂眸 眼里闪现一丝的冷力 做了错失没有 顾夫人冷声问道 从刘露被顾管家带到这里 到知道面前的女人是顾夫人 她一直是恍恍惚惚的状态 更因为她自己心里旁贷 所以一时没明白顾夫人的意思 做错失 做什么错失啊 刘露不解地问道 顾夫人的眼角跳了跳 这个女人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过刘露的话没有说完 她自己也明白了过来 那天顾临北虽然住在她那里 但她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自然是不需要做什么错事的 所以刚刚顾夫人问的时候 她一时间并没有往那个方面想 想来想去 顾夫人好像误会了些什么 啊 那个 你 你别误会啊 刘露立刻开口想要解释 顾夫人却是十分的不屑 误会 误会什么 误会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两个人还清清白白 你老实告诉我 你怀孕了没有 顾夫人看着刘露不依不饶 刘露忍不住地白了顾夫人一眼 心里烦躁 这顾家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一个比一个难缠 她只好继续解释道 顾夫人 我真的跟顾临北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真的有什么关系 这才几天啊 也查不出怀孕了没有 你要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真是一家子的奇葩 站住 顾夫人冷声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 你不过是想怀了顾临北的孩子 然后以此要挟顾临北 进入顾家 之前夏末也是用的这一招 进的木家 而刘露是夏末的好朋友 难免夏末不是这么教刘露的 刘露无语 这是什么脑回路 一部狗写的电视剧都出来了 难道顾夫人是电视看多了 浮想连篇 顾夫人看着惊诧站在那里的刘露 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定是刘露被指出事实来 心虚了才会这样 顾夫人窑